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府在7月15日开始 就会要求居家隔离的感染人士要戴上电子手腕 确保他们不会离开居家的范围 安心出行方面 当市民有核酸检测阳性 相关确诊的人士的手机程式会转为红马 所以我们的红马的作用是识别这些已经确诊感染的人士 去令他们无法进入一些特别的场所 特别是不要进入一些高危人群的场所 特别是我们的医院和院舍去到探访 另一方面呢 他们亦都不可以去一些高危的活动场所 例如是除开口罩的一些厨所 另一方面 现在需要检疫的人士呢 例如一些境外入境的人士 现在的七天的定点酒店的检疫 能否改为局部的居家的健康监测 健康监测的意思呢 就是他们这些检疫人士 在完成了指定的酒店的检疫日数之后 他可以回到他们的一个合适的住所 符合这个居家健康监测的要求的 然后作一个点对点的管理 他们可以回复相当的一些活动 可能是包括他们的工作或者学业 但是同一时间 他们仍然是有一个一定程度的风险的感染的 所以我们必须限制他们 不能够去一些高风险人群的场所 例如我经常提到的 我们的医院和长者宿院舍 也不能够进行一些要脱下口罩 可能引起传播的这些活动 这个就是我们要引入皇马的一个最先会推行的人群 为了要我们更好做好这个防疫 如果确保隔离检疫的措施是到位 我们觉得以安心出行的程式 实名制是会有帮助的 它主要的作用是识别确诊和需要检疫的人士 而并非用于追踪 也都不会限制了大部分 没有确诊和无需检疫市民的自由